这就是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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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杀死他吧 不可能 不可能 我只是砸了他一下 他怎么样了 他 他不会这样就死了吧 还好他没死 他真的是我的亲生父亲吗 我 不 我是古风的女儿 不是他的女儿 我跟他没有任何一点关系 我 我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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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该怎么办 好想回家 不过我回到家以后 我怎么去面对爹 还有奶奶 我该怎么办 我到底该怎么办 大嫂 我跟你说啊 快到了 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啊 我还得去卖酱油呢 酱油可以晚点去卖嘛 我跟你说啊 我看中了一个地方 特别适合咱们做酱油工厂 大嫂带你去看 好啊 走走走走 强威 阿姨 你怎么在这儿 你不是跟房城走了吗 怎么你没回家啊 是啊 你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啊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怎么还有血啊 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强威 在你的左肩膀上 有一个烫伤的伤痕 那是我当年就给陈富贵夫妻 暂时照顾你的时候 陈富贵夫妻不小心烫伤给你流下来的 阿姨 我有事要问你 什么事啊 怎么回事啊 怎么回事 什么事情啊 这么紧张细细的 阿姨 我有事要问你 十八年前 你是不是帮房叔叔带过一个女婴 这个事情 房城是让我跟富贵贴他保密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是房城自己告诉你的 阿姨 你先别管我是怎么知道的 那个女婴的左臂上有一个 有一个伤疤 是不是被陈叔叔不小心用香烟烫到的伤疤呀 是 当年富贵是不小心烫伤了他的左手臂 那你知道那女婴她现在在哪儿吗 富贵她当时问过房城 房城说那女婴后来被她家人带回去了 所以那孩子现在在哪儿 我们也不清楚 强威 你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怎么突然问我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啊 强 强威 你要死啊 吓死人了 房城哥有个女儿啊 我跟强威的谈话 你听到了 那你快告诉我 房城哥真的有个女儿吗 她是跟谁生的 你快告诉我 你先别那么激动吧 你听我慢慢说 当年我是替房城带过一个女婴 不过 那也不知道她跟谁生的 房城也没承认呢 再说了 房城也没说那孩子 就是她的呀 哎呀 你就别那么紧张了 我不是外人 我是你的 亲生父亲 这么多年来 这么多年来 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叫古风爹 而我呢 却成了你眼里的外人 每一次你跟我发生争执 仇恨我的伤 我这心里有多难受 多痛苦 你知道吗 强威 在你的左肩膀上 又有一个烫伤的伤痕 那是我当年交给陈富贵夫妻 暂时照顾你的时候 陈富贵不小心烫伤给你留下来的 当年 富贵是不小心烫伤了她的左手臂 啊 吾宸 朴霖是我的亲生父亲吗 朴霖是我的亲生父亲吗 啊 啊 我 秦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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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过来 秦薇 你不要害怕 走啊 我不要见到你 秦薇 你走 强威 你走 我不要见到你 强威 你听我说 强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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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 强威 你听我说 强威 强威 你走 你走啊 过来 我不想见到你 强威 你过来 你听我说 强威 我知道 你一时之间 无法接受这个现实 是 可是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你就必须要接受 这么多年来 我对你的牵挂 还有为了你做出的忍辱负重 都要付出代价的 所以我希望你听听我的话 勇敢地接受你的真实身份 去谷家继承全部的家业 不认识 我的亲生母亲是谁 她是一个普通的女人 你不用去想 也根本不用跟她相认 你只要认识我这个爹 就够了 他也不想想 千尾 弟知道 你现在心里面很难受 可是 爹的心里面也不好受 这么多年来 他 每当我看到你跟古风开开心心 你在他怀里面撒娇 你知道我心里面是什么滋味吗 我就像一个外人一样 躲得远远的 压抑着内心的父爱 还有对你的思念 每当看你 跟古风享受天龙之热的时候 我这心里面真的很难受 你知道吗 千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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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了这么多年了 终于等到这一点 千尉 我像一个真正的父亲一样 把自己的亲生女儿 像这样拥抱在怀里 我真的很开心 真的很开心 千尉 能叫我一声爹吗 没事 我知道 你现在还没法介绍 没关系 我等你知道 你叫我爹的那一天 我的千尉 我希望你能够回到谷家 一定要考取中医的 好接受谷家的家业 只能够回到谷家业 我的天哪 我今天想一下 那吧 门 你的头怎么破了 要不要紧啊 没事没事 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爹上的 真没事 对了 静怡 老太太怎么样了 谷大夫还在生强威的气吗 早就不气了 自从你离家出走之后 你爹一直很担心你 他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奶奶呢 更是因为这个事情晕过去了 我们为他吃药他都不愿意吃 一直盼着你回来 现在 你爹正在房里给你奶奶治病呢 快去 快去给你奶奶报个平安 你别怕 阿姨陪你去 走 哎呀 走啊 走